通知廚房 大家好我是通少 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 脆脆脆酸酸甜甜 非常美味開胃的 蜂利龍蜂蒜 首先先處理雞柳 將它們洗乾淨抹乾 然後將它們切件 加入指定份量的醃料 將雞肉醃大約15分鐘 急凍的蝦先把它解凍 然後就和它去殼 如果蝦背沒有剖開 就自己把它剖開 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蝦腸在 把蝦腸撕走 就放在一邊備用 處理好之後 就放在一個碟裡 在蝦上面 我們加入粟粉 把它拌勻 然後就在清水下 把它們洗乾淨 把蝦洗到白白白之後 記得要抹乾身 然後就加入指定份量的醃料 同樣醃15分鐘就可以了 之後就到我最期待的一步 就是去做個鳳梨船出來 鳳梨我們用清水 把它表面洗乾淨 然後抹乾身之後 就把它兩邊切開 第一面我們先把鳳梨 切大約2-3cm左右厚 我們轉去另一面 再把鳳梨的另一面 切大約有3-4cm厚 鳳梨切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 切出來的兩塊鳳梨片 一塊比較大些 一塊比較小 切口比較小的一面 就是我們鳳梨船的船底 在鳳梨切口比較大的一面 我們拿一把小刀 在它邊位那裏下刀 直接刺穿鳳梨 然後沿著鳳梨的邊 慢慢切割 直至到鳳梨肉和皮分開為止 大家切鳳梨的時候 最好用碟盛著鳳梨 因為很多汁會流出來的 我們需要這些流出來的鳳梨汁 去做我們的醬汁 鳳梨切好了 用手把肉移出來 把剛才切出來的其中一塊鳳梨片 放進去 壓緊較為小的切口那邊 這樣我們的鳳梨船就做好了 切好之後 就放在一邊備用 之後就處理醬汁 將醬汁所有材料攪勻 記得要加上剛才流起的鳳梨汁 然後就放進冰箱裡 冷凍它備用 現在我們就準備炸漿 將指定份量的粉類 放在碗裡 然後慢慢逐小逐小地 加些冰水 用筷子把它攪勻 直至粉漿開始順滑為止 粉漿的厚薄 可以用筷子來檢查一下 黏在筷子上的粉漿 就是你待會炸完出來的厚薄程度 如果自己想做薄一點的話 就逐少加多一點冰水 開薄它 相反如果想厚一點的話 就要加一點麵粉 沒問題的話 就加指定份量的油 然後攪勻它 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將煮好的炸漿 放一部分進蝦裡 攪勻它 令蝦都沾滿這些炸漿 煮下來的炸漿 就加入剛才醃好的雞肉 再攪勻它 鍋裡 我們加一些油 用中大火把它燒熱 在筷子頭上 點少少炸漿 放入燒熱的油裡 如果見到起泡就夠熱 如果見到起泡就夠熱 然後先把雞放入熱油裡 慢慢炸它 首先把第一面炸大約3至4分鐘 令到底部開始轉眼的時候 先把它反轉 翻好之後 就繼續耐心點炸它 炸多大約3分多鐘 令到另外一面都開始硬身 變成金黃之後 就可以拿起隔油備用 然後把蝦QC 而蝦的作法其實同樣 而蝦的做法也是一樣 把雞拿起來 用中大火燒熱 把油然後 installed中大火 放火 然後把蝦加到蝦 然後大約煎厚2分鐘 令他們硬身 caping conclus - cannot be made 把隔油炸到脆脆的鸡肉和蝦放在大碗裡面 再加入剛才放在冰箱冷凍的醬汁 連同剛才切好粒的鳳梨 將它們完全攪拌均勻 就可以放回剛才做好的鳳梨船裡面 各位鳳梨龍鳳船做好了 最後當然要幫它裝飾一下 加一些蔥粒上去讓它看起來更漂亮 這個特別的醬汁帶有鳳梨的香味 吃下去雞肉和蝦還要脆薄薄 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大家記得收拾齊材料跟我做一次 包你吃個翻尋味 這個菜其實一點都不難做 大家記得留意以下幾個重點 炸醬一定要用冰水 冰水可以防止麵糊起筋 和它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溫差 有了這兩個條件 炸出來的東西會特別酥脆 醬汁攪拌勻後 就要立即把它冰冷 如果不是的話 放在熱辣辣的蝦和雞裡面 它就會溶完 但是攪拌均勻後 就會完全見不到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把雞肉分開兩批下去炸 少一點雞肉的話 油的溫度就能夠保持在高溫的狀態 這樣炸出來的雞肉 外皮才會實正和夠香脆的 材料正確的份量 食材的牌子和相片 都可以到我文字食譜找到 在這條片的煙腹 就有這個食譜的連結 提供給你去參考 通知廚房還設立了 通少後援組和交流專區 等著你們加入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HARE出去 還記得訂閱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新片一出 才可以通知到你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